西安夜省活介绍第二集 西安的美食街啊 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回民街 但是呢我觉得啊 除了回民街之外呢 西安还是有很多的小吃街美食街的 也不一定要去回民街 因为回民街呢是出了名的贵啊 然后现在比如说现在我到了这里啊 就是这里就是一条小吃街 这里的话小吃还是比较多啊 陕西美食还是比较多的 扫子面啊泡馍啊什么都有啊 而且呢街头小吃的那个风味啊也比较好 你看 可以说街头巷尾啊都是西安风味小吃啊 西安就是一座在舌尖上的城市 又加磨手工凉皮牛肉饼 什么都有啊这边 老西安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我现在在哪里啊 其实这里离回民街也就一两个街区啊 并不远 你们看啊还有很多这样 在路边这样吃的 搞几个凳子啊就在这里吃了 吃宵夜啊 太有氛围了在这里吃东西 这里真的好多东西吃啊 啊羊肉泡馍肉夹馍烤肉 非常推荐大家来这里啊这里是非常地道的 串串跟烤肉都是一块钱一串啊还可以来这边 一块钱一串的牛肉串 来来五串 还可以吧 啊这里是回民街啊 这个人流量也是绝了啊 不过这条街还是整体有特色啊 他就是呃一大条街 其实相当于是步行街来的了啊 然后地板青石板的路面还是比较古色古香的 有特色啊这条街 呃像是大理啊立江那种古城的街道一样啊 呃吃的东西比较多选择比较多 不过里面的消费啊肯定会高一些啊 其实呢这里就跟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一个样了 国际大巴扎也是消费很高的 不过的他也是游客去当地的第一选择嘛 最出名的地方嘛 你不去好像又没有来过一样像 所以呢就这里肯定是人多的了哈 啊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也是人非常多 一个样哈 这就是西安的古楼啊西安的古楼 就在回宾街入口这里啊 哇这个晚上啊看那个灯光啊看得非常爽 这绝对就是非常典型的游客区了 全国各类的游客都在这里云集了 这个南城门这个口这里啊 人过这里啊还都在唱歌啊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夜生活的好去处啊 都在这里唱歌 再往前走的就是酒吧街了很多lice house 这个影响还可以啊 前面就是西安的潮南潮里门的夜生活 终极目的地啊6元啊16的6 这里很多消遣的地方啊 这里很多消遣的地方啊 Lice house啊酒吧 进去看一下吧 你们看下面全是风景啊 确实很热闹啊 基本上一条街全是这种啊 这里的话真的是西安年轻人的一个好去处啊 晚上非常的旺啊 晚上非常的旺啊 不过呢美女啊不多啊 没几个没几个真的 跟贵阳相比还是少了一些啊 贵阳同样的那条酒吧街 美女超级多 这里的话没有贵阳多啊